Hello,大家好,这里是珊珊养花,我是珊珊 最近有花友说自己就是不会养红掌这种花 几乎每一次买回家之后,不长时间就会烂花烂叶片 搞得这个花又别挺有多郁闷了 那咱们今天就来好好地讲一下 红掌的养护注意事项和常见病害的治理 如果说您家里有这种花的话,赶紧来学学吧 红掌这种花说起来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价位便宜不少,关键是它一整年都在花期 看起来就觉得让人特别的喜庆 那这个花有说它养不好红掌最后都是因为叶片变形 枯椒等这种原因 其实它养不好红掌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把这个红掌放到了被太阳直射的地方 那红掌这种花呢,它虽然说比较喜欢明亮的环境 但是又怕被太阳去晒 那咱们在平时养护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把它放到一个有散射光 但是又特别阴凉的地方 您放心,只要这一点做对了 这红掌八成是养不坏的 那另外是像浇水这一方面 咱们还是要注意,见干见湿就好了 可以在天气特别干燥的时候 在它周围给它喷洒一点水 但是要注意哈 晚上的时候不要去给它喷 不然水珠会凝结在叶片上面 会造成它这个花瓣 或者是花叶呢,不能够呼吸 从而产生病变,然后溃烂 咱们花土和其他的花卉是一样的 都用这种疏松透气的这种营养土就可以了 以免花坡里面有积水 那还有就是红掌它特别洗肥的 咱在养护它的时候最好要薄肥禽湿 那至于肥料的种类 咱们就没有必要太去讲究了 直接用复合款式肥就可以了 红掌这种花说起来好痒 但是得了病却非常的难看 最常见的就是叶片干枯 或者是红叶黑斑这两种情况 叶片干枯倒还好说一点 如果说是长期在一个不同风环境下 出现了叶片干枯的话 那就要考虑是冰菌感染的问题了 咱们给它换一个环境 然后再用多菌磷500杯叶 给它喷洒一下就行了 那如果是通风良好 还有枯叶的话 那就要考虑光照温度 还有自然老化的问题 那这个不用药 咱们直接给它换一个环境 不久它就可以自己缓过来了 有些话在养红掌的时候呢 时间一长 它的花瓣上面就会出现畸形 或者是在它的红色的叶子下面 出现黑斑的这种情况 那这种病就是红叶黑斑 一般它的发病原因 是因为光照不足 浇水太多 还有一个是失肥过量 这方面的原因 那在红掌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 咱们首先要从阳光 浇水还有失肥 这三方面去找一下原因 然后再改善 咱们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 那如果说花卉病得特别严重 它自己缓不过来的话 那就只能把它的 病变的一些枝叶 全部给它修剪掉 然后咱们再重新换盆 修根 再小心的养护了 可能大家也发现了 养护红掌 不论是日常养护 还是病害防治 红掌最怕的 就是阳光直晒 不通风 还有积水烂根的问题 那如果说您家里 也有这种花的话 记得去给它检查一下 这些方面 感化技术并不难 关键在经验 我是珊珊